乌龙地区的盐矿小镇苏勒达尔 现在成为俄乌交火的集中地 而替俄罗斯作战的瓦格纳佣兵声称已经攻下当地 但是泽伦司机驳斥更说乌军正在奋战 不过让人忧心的是当地州长说 还有559位的平民没有撤出 包含15名的儿童急需人道救援 BN-21冰雹火箭炮一发一发往俄军发射 俄乌关键之战激烈争夺乌东盐矿小镇苏勒达尔 乌克兰记者就在前线一公里外 亲自感受战争恐怖 俄罗斯声称他们已经拿下苏勒达尔 但乌克兰士兵说法完全不一样 状态状态但均匀 敌人不保持 不保持人的位置 我们保持人的位置 我们保持人的位置 苏勒达尔到底有没有沦陷 看现场影像最清楚 乌军直升机飞向战场 为了不让敌人瞄准低空飞行 另外一段空拍 看到喷上十字的乌克兰装甲车 穿梭在苏勒达尔废墟和烟雾里 士兵下车靠墙小心移动 四五个人才把伤兵抬上车后送 支撑机装甲车都在 还设下无人机 苏勒达尔显然还在机构中 这一天 他们被冤死了百万个武器 在一个位置 你当然是在东京 他们不依偿en证 我们未能够证明 但是这种提及 打斗来仍然还在这些城市 特别说 尤其是今天 出席 77-ї окремої аеромобільної бригади, які разом з бійцями 46-ї окремої аеромобільної бригади в Соледарі отримують займані позиції і завдають ворогу відчутних втрат. Укальянь зонтур з Рунськів і свій звернений, вирішує, що ворогу в坚持 вирішку збірвання з бійцями. Підступи до міста сьогодні фактично всію тіла вбитих путінських військ. Попри те, вони рухаються прямо по тілах своїх загиблих бійців. 特别是瓦格纳佣兵团 主导俄军这波进攻 对他们来说 如果能夺下苏勒达尔 就是俄罗斯去年夏天以来 唯一的重大胜利 从俄军视角来看 攻占苏勒达尔 才能打通巴赫姆特 进一步前往 克拉玛托尔斯克等乌冬重要大城市 而目前俄军大多兵力 调到苏勒达尔 也没停止对巴赫姆特的空袭炮击 战况危急 波兰 捷克 斯洛伐克 匈牙利四国首都市长 亲自拜访基辅讨论援助 我们在乌克兰 在乌克兰战争战争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在乌克兰 我们会继续帮助 我们在乌克兰和乌克兰 都会继续帮助 我们永远是你的朋友 另外德国先前拒绝给乌克兰 鲍二主战坦克 现在波兰想送出自己的鲍二 德国终于松口 不会以研发国的身份阻挡 鲍二坦克或许很快就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 加强乌军地面作战 特别新闻众号报导 中风惨报有末日将军之称的俄军驻乌克兰最高指挥官苏洛维京 现在被降职 改由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接任 而末日将军成为他的三名副手之一 这一波的人事调动象征着俄罗斯 不再把侵略乌克兰当作军事行动 而是升级为国家层级的准战争 参谋总长可以调动很多的资源 像是战略空军人造卫星 战事可能会扩大 但是现在俄罗斯有士兵因为不想作战 被判处五年的监禁 英国天空新闻记者挺进苏洛达尔近郊 镜头拍下远处浓烟飘散 两军还在交火 舰长海乌军忙着操作无人机 强调战斗还在进行没有撤退 苏洛达尔战况不明 瓦格纳集团却急着邀功 创办人普里格金句句带酸 表示其他俄军都没有帮上忙 这之后俄罗斯也突然换将换掉才上任三个月的特殊军事指挥官苏洛维京 改由参谋总长吉拉西莫夫接任 诡异调动连美军退降都说 有看没有懂认为相当于把两人同时降级 英国前参谋长则认为 这背后显示出俄军内部出现冲突 除了换将俄罗斯也传出将提高征兵年龄上限 从原本的27岁调整到30岁 克里姆林公话没说死却也没有否认 对比吴东炮火四射俄罗斯民众态度显得冷漠 但感觉出开始厌倦战争 毕竟这场战争从设想的几天拖长到十个多月 英国智库去年曾评估顿巴斯战役最激烈的时刻 俄军两天内就耗掉相当英国库存的弹药 背后开销当然难以想象 俄罗斯将大笔的资金用在战争也等于牺牲掉其他公共开支 平日生活中小制道路维护农业和医疗预算等都会受影响 不过专家坦言西方油价上线的制裁启动了太晚 俄罗斯短期内还不至于面临市自危机 尽管战时难以动摇俄罗斯国本 但俄军陷入苦战后续只会花更多的钱 普钦对外再怎么强硬 心理的压力肯定还在增加 TV新闻综合报道